你買過幾間房子? 我老婆買的 決策過程當中 你有參與對不對? 我記得我賣你那間房子很神奇 就是你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然後你問我在幹嘛 我說什麼? 你在看房子 對,我說我在看房子 然後你問我什麼? 我想說在哪裡? 然後我就說 我在新竹市光芙爐一百什麼像 然後我就說那個房子我剛買 然後要準備來看一下 後來這間房子就被 景哥買走了 那時候你買房子速度其實也很快 連看都沒看 對,你好像沒看 然後你就下決定 Google地址而已 不過那時候 佳佳好像他有講 因為他有禱告 所以內心很平靜 平安 平安 所以就買了 你們買房子 就禱告就買房子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就跟神球 我要萬瓶公社不用錢 然後我要旁邊有溫水游泳池的 然後還要有什麼? 圖書館 在買一下這間房子之前 你們是真的內心就有在想這件事情對不對 嗯 那時候你們住在北投圖書館旁邊 那時候從開始想到買到房子 大概多久? 半年 半年 那時候我們通電話的時候你在台北 嗯 在台北看看 台北一坪隨便就五六十七八十的 所以我們來買一坪多少錢 36.33坪 嗯 那時候買五百多萬 六百多萬 現在賣一千 開價一千好像剛剛好而已 差不多五年了 現在新竹市東區的公寓開價開到三四十萬 在哪裡啊? 就是在網站上啊 你知道新竹市東區很大啊 嗯 那邊現在開算算是 行情價吧 算是行情價齁 36坪 那後來你們買虎口那個透天 電梯透天 速度也超快的耶 那是心裡有想到要去買透天還是 也是有想 我記得你們也是有想這件事情 那時候爸爸生病 有想要買電梯的透天 後來就成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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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